谢谢妈 阿海 妈 我去洗碗去 阿海 还生我的气吗 你还能够来 小龙 我之前就说过我们不可能复合 孩子没有了 我们之间更不可能了 我现在还在病床上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会继续照顾你到出院 我们刚失去孩子 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孩子孩子 你还有脸跟我提孩子 要不是你没有把孩子照顾好 算了 我现在说这些也无济于事 孩子没了 我们之间只有伤害 我不想这个错误继续下去 清零你别再纠缠我了 阿海 阿海 我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你啊 你给我出来 你再这样我也不客气啊 怎么不客气啊 我就打你这个陈世美了 清零对你这么好 你 你怎么忍心这么伤害他呀 你 你当初是怎么求我的你 你怎么来了 很好 你们人全都到齐了 什么意思啊 别装糊涂了奶奶 她跟清零之间不甘不敬的事 我想你比我更清楚 阿海 你住口 你不许这么侮辱清零 我不想跟你们浪费口声 清零 这事就这么定了 阿海 真是的 孩子 不哭啊 奶奶 对不起 我不该上来的 这样 我就找她解释一下 算了 这种人哪 有理也说不清楚 有奶奶在这陪着你啊 一切都会过去的 没事 奶奶 我还是去解释一下吧 不关你的事 我呀 我早就不看好丁海 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清零 奶奶是不想忍了 不能让你再受这样的委屈了 咱不跟她过了 奶奶 我不能没有她 我不能离开她 她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她不会再回头的 奶奶 我会等她的 我总有一天会感动她 她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 奶奶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 你相信我 傻孩子 你怎么那么倦呢 哎呦 你怎么这么折磨自己 傻孩子啊 我的傻孩子 雪晴姐 我服了你了 生病了还能照镜子 进来 丁海 你来了 快进来啊 珊珊 你不认识吗 珊珊 这是我的未婚夫丁海 你们见过吧 你忘了 我们两个都打过好几次就要到了 哦 珊珊 我有件事情想求你 有什么事你就说 只要我能做到一定会做的 跟我这么客气啊 丁海跟清林的事 你都知道了吧 我想拜托你帮我保密 毕竟我们两个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不想节外生枝 你就放心吧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安心做你漂亮的新娘子吧 谢谢啊 快谢谢她呀 谢谢 别这么客气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 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随叫随到 拜拜 丁海 你送了她 你自己保重 谢谢 好 谢谢 我先走了 丁海 没想到你真能走到这一步 看来我真是小看你了 我不相信你会保密我和清林的事 在不知道断雪行的态度之前 我确实不敢保证 不过现在你放心好了 你什么意思 你把话说清楚 我一直都知道 你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现在雪芹姐都已经跟你统一战线了 那我实在没必要跟那么多人为敌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那你可就欠我一个人情了 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偿还 这是你说的 可千万别忘了 这是我们第二次交易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好 长青 在杂质车吗 对啊 干嘛 帮我个忙 好 长青 你 你能不能帮我把丁海叫下来 你还不知道啊 怎 怎么了 他已经辞职了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啊 他没给你打电话吗 他 他根本就不接我电话 家里去过吗 要不再去一次吧 说不定他已经回家了 真的吗 说不定他 专门 比如说的 他不认为他 他就不认为他 他就认为他 他都认为他 我老婆可跟我说了 不让我跟你来吧 怕我跟你学坏 那你也不用害我吧 他今天堵我家吗 我还回不回家了 你要分手总得说清楚吧 你总不能躲一辈子吧 丁海 你当初说你跟清零分手 是为了你妈 可到最后呢 还是人家清零做出了牺牲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 夫妻不成还有道义在 作为一个男人 该还的一定要还 我必须要提醒你 小夕 我可以送你进去吗 让你送我回来 已经是月急了 他肯放过你了 我不喜欢 你操心这件事 这会让我觉得更对不起你 我只是担心 别担心 快了 这包很重你自己拿得懂吗 放心 走吧 蓝嫂 丁海呢 走了 走了 你爸还说让我留他吃晚饭呢 要不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吧 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爸爸呀可喜欢丁海了 还说让你们早点结婚呢 他一直都催我结婚的 这次可不一样 他只怕丁海这么好的女婿 被别人抢走了 对了 丁海还说 结婚以后让你继续工作 我爸同意了 我爸同意了 本来是不同意的 可是丁海这孩子太厉害了 把你爸给说服了 来 来 吃水果 我爸 你爸 没有 我爸 别人 不 我爸 你爸 这儿 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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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跟你多说了 送完花我就去找她 拜拜 好久不见 最近还好吗 我去杂志社找你了 他们说你辞职了 找我什么事 你和段雪晴 真的好了吗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 当初你跟我结婚不都应该想好了吗 秦玲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当时跟你求婚并不是真心的 要不是急需那二十万 我不会出此下策 后来秦氏所逼我不得不跟你结婚 没错 我是骗了你 但 我也是受害者 这种话你怎么能说得出口 你不觉得我也很可怜吗 你不觉得我也很可怜吗 我是因为 因为需要钱 我赔上了我的婚姻 其实我觉得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 我对你不是没有感情 我知道 你是我的家人 但不是我的爱人 我们好聚好散 那笔钱我会尽快还给你 阿海 我不要钱 我只要你 您自存都不要了吗 不要让自己看起来那么不堪 我 很不堪 莉莉 段经理 莉莉 徐奶奶这是怎么了 清零还没有联系到呢 没有 常听说她去了杂志社和丁海家 我都去找了 都没有 清零啊 欣欣就是清零啊 清零就是我的欣欣啊 徐奶奶在说什么 清零就是她的亲孙女儿 清零不是孤儿吗 他们俩的关系一直都特别好 奶奶一直把清零 当亲孙女儿一样对待 清零找不到了 她就急得说胡话了 段总经理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 你说 奶奶要我留在这里照顾她 能不能帮我们找找清零啊 就算你不说 我也会找到清零的 谢谢你 你先照顾奶奶 好 我的欣欣 路上小心啊 欣欣 我的欣欣 欣欣 你坐下 坐下啊 奶奶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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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离开奶奶了 欣欣 你可别走了 欣欣 我的欣欣 在逃了 欣欣 不走了 不走了 欣欣 不走了 欣欣 欣欣 解怜 你到底在哪儿啊 不可以 她就算了 不是有采访吗 怎么有空过来 这是 我的采访对象出现了 我 清凌小姐 今天是你 业大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毕业的日子 请问你拿到学位那时的心情 我 首先呢 我要感谢奶奶 要不是她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我 还有 我还要感谢莉莉 是她一直鼓励我 完了 完了 你是不是忘了还有 没有了 采访结束 蛋糕你自己吃吧 我走了 开玩笑的 我还没有说完呢 当然最重要的呢 是要感谢我的男朋友丁海 是她一直陪着我上课下课 送我 天心地关怀我 然后呢 要不是她无私地关怀我 我都不知道我会怎么过 这才像话了 虽然呢 我为你做这些是心甘情愿的 但是你不许忘记 当然 我都记在心里了 毕业礼物 开 好漂亮啊 我没有钱 只能送你这个 这是我当记者后的第一份奖品 我希望你可以用这个笔记本 记录下你让世界震惊的相许配方 以后你就专心地朝你的梦想前进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可是 可是我要是没成功怎么办 我养你 反正我们这辈子 注定是要在一起的 我爱你 这样 还是找到我了 大家都在找你 奶奶快疾疯了 我知道 可是我真的不想回去 可有些事情总是要面对的 别人都会变 但丁海他不会的 我太了解他了 虽然知道他利用了我 我觉得他一定是有难言之语的 清零 你就别再自己骗自己了 丁海他已经爱上别人了 爱你姐姐 不可能 他还爱我 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 他有一天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 段天狼 你带我去见你姐姐好不好 这是你和丁海的事 不要把雪青扯进来 我求求你了 你就带我去见见你姐姐 你见到他你说什么 难道你求他 把丁海还给你吗 我要告诉他 丁海爱的是我 因为我流产了 他太生气了 他太爱这个孩子 所以才不跟我父亲 够了 清零 你就醒醒吧 丁海他不爱你 他更不想要那个孩子 段天狼 你要是再胡说 我真的跟你生气了 好 我现在告诉你件事 你流产的事 是丁海故意设计的 他用活血的药材给你熬汤 你就是因为喝多了那些汤 才会流产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对 你未经历 Flow 湯 是 我 市区 还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 是 你不相信 奶奶 您今天也累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天狼啊 今天你帮我把精灵找回来 真是谢谢你了 奶奶 这话就严重了 时间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 我先回去了 莉莉 谢谢啊 走吧 好 什么也别说 奶奶都知道 有奶奶在这儿 你就安心地睡吧 哦 乖 你流产的事是丁海故意设计的 他用活血的药材给你熬汤 你就是因为喝多了那些汤才会流产的 这汤啊 是特地给你煮的 来 趁热喝 特意给我煮的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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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尝尝 你看看 你尝尝 这咸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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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喝 不准喝 这是我炖给徐奶奶的 锅里头可都是名贵的补药 是给徐奶奶补身体的 一口都不准投喝 听到没有 还记得这儿吗 我们以前经常来这儿约会 秦灵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如果 我们已经没有如果了 如果你能跟我说实话 我一定会如你所愿的 真的 你问吧 为什么你要在汤里放活血药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说了 如果你说实话的话 我会放你走的 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 但后来我后悔了 但后来我后悔了 秦灵 你喝了 你真的喝了 我不是让你别喝吗 原来是真的 你到底喝了没有 好 已经不重要了 阿海 你爱过我吗 你真的爱过我吗 爱过 我真的爱过 但那已经都过去了 现在我更爱我自己 不想被任何人拖来 我懂了 我会放你走的 希望你不会后悔今天的阴气 我爱你 我的天 那你能让我逆你 我会放你 我们下来 我会抱你 她也有师父 是你 有许多 放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姨 任阿姨 我是个孤儿 没有妈妈 所以 一直都把任阿姨你 当成我的亲妈妈一样 我真的要和阿海分开了 不过以后 我还想 把您当亲生母亲一样孝敬 您能答应我吗 秦灵 我对不起你 我对你太不好了 没有阿姨 那就当您答应了 以后啊 不管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行 还有很多东西我拿不了了 你们要是不需要就扔了吧 我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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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李编写 小姐 您的餐齐了 就这样 我用了全部的鸡蓄包下这家餐厅 现在只够点这一个菜了 那我倒是要看看 这道菜合不合我的胃口 这道菜还满意吗 段雪晴 现在除了这位钻戒之外 我已经一无所有 我只能向你保证 在我的王国里 你永远是皇后 你愿意嫁给我这个穷狂蛋吗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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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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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们要罚站到什么时候啊 我肚子里的孩子 你的小外孙可要闹腾了 你看我 光顾着看了 忘了小外孙了 快 快坐 你们快坐 迪海 你也坐这儿 快结婚吧 看把迪海急的 爸 段副朵说的都是我的心声 你要死啊 别管他 我已经找人给你们看了 下个月一号就这个好日子 你们的婚礼就定在下月一号吧 都听岳父的 岳父 好 岳父 对了 爸 我想在结婚前开一个派对 把丁海正式介绍给别人 省得到时候婚礼上 大家都瞎议论 不用那么麻烦 议论就议论吧 我无所谓 有所谓 雪晴 爸投你一票 谢谢爸 子楠 对了 这是我们给你们看的房子 我们看了一下啊 这书是大一点的 离家比较远 交通电力的呢 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你们看看 喜欢哪一套 乡中哪个 你跟我们说 作为我们 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 如果我们就住在这儿 你们会介意吗 这有什么可介意的 我们是考虑到你们刚结婚 不是住起来不方便吗 我父母都不在这儿 就我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 我想 我搬进来最方便不过了 好啊 当然好了 不知道雪晴愿意不愿意啊 家里这么大 度我一个人 你不介意吧 你想住这儿 为什么 家人住在一起挺好的呀 而且 父母年纪大了 我们住在一起 还有个照应 雪晴也怀孕了 我想有男阿姨在身边 我也会比较放心 对 好 那就这么定了 雪晴啊 你一找到丁海 是你迄今为止 做得最好的一件事 既然爸觉得好 那我也没什么意见 来 跟我进来吧 好 好 去吧 看来以后这个床该换了 你为什么不要一个新房子啊 住在这儿 每天还要看到苏南那个女人 住在这儿 你爸才有机会看到他的女儿 既是个女强人 又是个好主妇 你不是想得到你爸的认可吗 如果搬出去的话 机会可就减少一半了 可是 你不怕被别人笑话呀 你忘了我说过吗 我要当你的翅膀 谢谢你为我的付出 傻瓜 这算什么付出啊 这算什么付出啊 对了 我们没要爸爸的房子 是不是可以要求一点 其他的礼物呢 不 我已经有了你 其他的都不需要了 我可以吻我的未婚妻吗 不行 奶奶 怎么会突然想听这首歌啊 跟奶奶跳个舞吧 来 奶奶 奶奶 今天这么有兴致啊 知道这首歌 讲的是什么内容吗 难道是交换舞伴 没错 一直交换舞伴 直到遇见 能与你相拥舞蹈的人 就不必再换了 你知道奶奶想说什么吗 奶奶 我知道了 丁海是不对的人 错误的舞伴 我和他分开 是为了找到更对的舞伴 可以在人生舞台上 继续舞蹈 我的清灵啊 是最好的姑娘 你值得遇到更好的舞伴 来陪伴你 是吧 是的 如果你还心里 还是没有出来嘛 是啊 都三天了 闷在里头不出声 你们不是 闻在店头 一个真是 如果没有 鬼 ai 是啊 和我们 收拾一下 就不得了 他 Polish 真心哪 奶奶 這可不行 得想辦法 什麼聲音啊 奶奶 我成功了 真的 成功了 偽調 偽調也完成了 都完成了 太好了 我的寶寶 恭喜你 謝謝 清零啊 這是你做過香水中味道最豐富 但卻最純淨的那味兒 清零啊 有試用妝嗎 給我一瓶唄 清零 取好名字了嗎 我想 叫她出獄 出獄 以前 我也用精油調配過香水 但是 沒有加任何化學成分 研製成功的香水這還是第一支 畢竟 這是我第一次和我的香水面對面 所以 我想叫她出獄 對手套餐 當黑夜來臨 走不到路 當心心疲勵 難忍的苦 我要把星星化作微笑 正去做你儘勁的依靠 当黑夜暖临 找不到路 当深深疲惫 淡然的苦 我的路径是温暖陪伴 虽然一路坎坷你 也不再孤独 所谓天端人生的旅程 细细落的荒废的心情 成功或是埋伐都要勇敢面 告诉自己不再孤寂 当黑夜暖云照顾大路 当深深疲惫 淡然的苦 仅是两意的翅膀 我也又飞翔 相信自己绝不去 我绝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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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放弃